卢州环保教育站回收区 志工忙着整理各类回收物 退休的赖伯行带着太太 图志仪天天都来这里报到 家里有人退休了 就先者无事就来了 做了又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两个字快乐 退休前是科技公司员工的赖伯行 对于电脑的维修本就在行 因此在环保站也选了 能发挥自己专场的工作来付出 以这个主机板来看 它本身的话应该像有HDMI 那这个部分应该就是 比较新的主机板 才会有这个界面 比较旧的就不会有这个界面 以前在社区 在公司就经常把一些淘汰的电脑 然后做回收 送给一些偏箱的小朋友 它现在这边资源更多 所以就把它做整理 可以做一个再生电脑 再继续使用 赖伯行口中的再生电脑 其实就跟慈记环保辅具平台 发挥出来的功能差不多 这是由新竹志工成立的 慈记再生电脑中心 从2021年运作至今 爱新不仅遍及全台 还跨足海外 虽然是成立两年多而已 那我们的已经是 前省我在跑的话 已经跑了将近900台出去的 莫山比例6月份要20台笔电 那我们也就赶快整理给它 慈记新竹志工吴雄林 就是这个再生电脑中心的 主要推手之一 它除了维修 组装 也负责送成品和教学 这个再生电脑 要是说丢掉回收厂 有的卖很便宜的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再组装好 再送给有需要的人 这样就减少3D的污染障害 人们要淘汰的旧电脑 在这群专业志工的 巧手下有了新生命 让有需要的人满足了需求 也减少对地球的伤害 在新闻 真善美志工 肖建志台北报道